大家好,我是飛鴻,今天4月5號星期一 今天就跑完10場的山田草地日賽 這次是用B加爾蘭的 開始前就首先講回提示,選幾日馬 紅龍就跑了第三,其實有點失望 始終最大隊賽是那兩隻,不過他都過不了 第三,原本來說算是這樣,另外三位黃一場被人燒死了 初跑1600,快步速就搞不定 看看Cupster一次經驗之後 但我仍然相信這隻馬軍速這樣走是對的 不過不知道現階段會不會跑回1400 不過蘇波羅一向是喜歡向難度挑戰 只要他認定過路程是對的 然後轉幾日後原本是歪是小的 然後一期內沒有,不知道馬健康是否有事 那些賽後報告也要先看看 但暫時就未出到 對了,我再看一次賽後報告 沒有錯了,還是出了頭四場 好了,然後這次先講回我的場地 還有我想說一句,因為昨天如果有看過Live的朋友 除了聽我講的,其實留言也很有建設性 大家很高質素 因為有幾個人,美場不斷說厲害了厲害了 因為其實我原本都一般的 因為金貴千二的職輸下去 那誰知道呢 我又覺得他們說得對 我自己再看完 又真的有可取之道 加上結合今天的形勢 結果我美場也是靠厲害了 追回失地 很感謝幾位不斷說厲害了的朋友 所以就記得看我的Live 跑夜馬暫時可以穩定一點 因為可以黃昏那段時間 阿海眼就像黃昏那段 如果趕不及看的朋友 希望你在開跑之前趕得及看replay 總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希望,反而日馬就 可能還是好像3T的馬 好像君達星那樣 因為時間這麼難足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 我調整一下各方面的時間 希望可以穩定一點 好了,今天B加爾蘭 就想說回 首先B加爾蘭今天都頗公平 沒有什麼特別偏差出現 但是這幾天太潮濕了 所以草地都比較軟 明顯時間也偏慢 但是偏軟也是有的 追跌 但是其實今天放頭馬成績不差 有三冠一雅一軌 其實今天十場裡面 明明下半場已經全部都快補速了 但是總之今天整個形勢 總之今天整個形勢 總之今天比較公平 整個形勢 你走中、走入面都可以 但是不要轉彎走三點 這些真的蟬不起 其實一般來說 香港跑馬也是除了很個別的日子 其他日子都三點 你都很難蟬不起的 就是讓人擺明是讓賽 你轉彎走三點 然後呢 今天大致是這樣 值得說快快有 今天他是唯一一隻 走三點轉彎上到名 因為他是晚上賣的 所以這隻馬特別要調高 因為他是熱門來的 所以我也沒有練他做跟進馬 在說聲而已 好了 今次是尖前故後的0405 最重要是今期兩場二級賽 講了很久很久的青黃不哲問題 其實繼續延續著 今天一場1,600 就只有五隻馬跑 因為退出了間諺之勝 另外一場是多馬跑 不過爆了一隻全場最冷的 軍打勝出來了 一隻52分起步 谷草起家的短號碼 那現在先看了1,600 那場先 1,600 那一起步 其實這場是奸刑之勝 退出了 所以形勢就馬上不同了 沒有馬會放的 你五隻馬都沒有一隻 原本是放頭馬來的 結果呢 因為高達的馬 其實他起步之前 還有少少輪盡 不過因為另外那兩隻 聖德鎮初和夏威夷 實在太禮了 所以他都很輕鬆 已經上了馬一籃 那外面的初來轉區 又不刻意給壓力 不蓋他 好嗎 那大家有他 那繼續吧 就這樣定住 結果頭兩段 這場的頭八百位 又是那些小幾萬倍速來的 嚇死人 即是五班都不可能出現 是不會速的 結果呢 這隻孤大馬就這樣很輕鬆 sorry 就這樣很輕鬆地定住 定住進來 轉彎就開始加速 那這隻初來轉區 有少少被他擋了 擋了一個馬 但我想說 這場馬 即是長慢部速 國能又行運 之外呢 我想說包美又幸福笑容 即是你看到我外面的圖 封面的圖 就說這隻馬不夠穩 其實這隻馬真的挺實穩 因為他已經連續幾次 在一個很慢不慢部速的賽事 因為現在這些千六米 都沒有了方頭馬 真的只有嘉應之星一隻 嘉應之星不跑 就沒有了 而且呢 因為經常都是小馬場合 小馬場合 經常都慢部速的 結果呢 幸福笑容很可憐 王三招到最出的那隻 那他要示範的位置 因為他入直路那一刻 他落後這隻高大馬 四個半馬位 騎下去呢 其實這隻馬一直有反應 其實他已經爆得很厲害了 他自己是在做這個 看看 幸福笑容他自己是在做22秒 一二 但是因為沒辦法 高大馬拉斯那兩段 一段22秒93 一段22秒46 根本沒有一載 他兩段自己都在做極重 那所以呢 他又很輕鬆地贏了這場二級賽 那我覺得幸福笑容最不值 就是如果有馬放 或者這場馬可以跑到十幾隻那些 那你自然多了馬 就是扯得動過馬群 那他其實這隻馬 現在的當打程度 我覺得他的級數已經夠了 還要受量初學轉距5磅的時候 那包美他的巧威爾 就驗到氣管有血 但是就完全沒有的 但是這隻馬已經第二次了 其實第二次健康出了問題 那所以呢 我自己會有介紹 對這些馬 那不知道 甚至乎啦 對啦 那這場看完啦 那因為其實國能呢 你叫他這麼激動 那其實國能呢 就星期三就會延順他的牌 就是今季的牌 就是說他上次 對董事行為的延順 那可能 看看他會不會跑到今季 那就是啦 那我想他已經涼了水了 現在有個板得禮來到 但是這一個二級賽的頭馬 就 說真的 你說拉票程度 就未必大 不過 他也算是一套烏氣 另一個一套烏氣 當然是播件事 整個季被人罵他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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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現在的二級賽 整場結塔塔的出來 那隻軍達聲 就二檔起步 那一出來呢 就很輕鬆貼得很難的 因為這隻二郎 現在真的很慢 頭那幾步 他就比軍達聲 那但是軍達聲呢 他現在就不用 就是他已經屢次證明了 他留著是好的放 那這裏有一點點不劫的 不過因為這隻精彩 是想硬起來 但是就叫做控制得到 那好處有條難 那因為前面呢 那這裏也都沒問題 因為扯得鬆 因為就是 標子智能 是一定要放 那被人掌聲也都不慢的 那所以呢 其實前段的步速都挺快的 那結果呢 那現在停一停一點 我翻前一點 因為這個位都重要的 那因為呢 這場馬軍達聲的頭馬 第一 那隻就是 現在貼欄守著第六位 跟著呢 亞軍呢 就在後面了 就是一隻當家猴王 現在是尾三 跟著呢 跑第三那隻就是 什麼掌聲 前面 現在跟著是貼欄第三位 跟著呢 第四就是有你共賞 就是在包尾的 現在 另外呢 再會追的馬 就已經是福日了 那你看到呢 其實這一 一、二、四名 都是貼... sorry 一、三、四名 都是貼欄的 那其實呢 貼欄都挺有優勢的 所以你跑得後的時候呢 而且呢 而且呢 最緊要呢 今天呢 今天呢 你看到 夢想成金啦 福日啦 顯針星啦 這三隻 今季一直說來的 超新星啦 他們三隻就是走三碟 那就是站在這裏 那就是 那尤其是夢想成金 因為他往空走 那福日就算有遮擋呢 他直路都不衝的了 那這裏呢 入直路呢 你見到 因為 軍達星呢 就在內蘭捐出來 就很輕鬆拿到個位的 那焦點呢 你看到當家喉王 那 格仔衣服 白臂糧那隻 黑色面箍 那現在 看不到 因為他跟著一福日的屁股 他完全沒有位的 因為顯心聲就頂著他出面 那前面又有精彩 那樣樣樣樣 那結果呢 人家軍達星都出頭了 他才開始移回到裡面 那移回到裡面 他就直接打斜地走 結果呢 最後那幾步追得很厲害 但是太遲了 那所以呢 是很可惜的 對當家喉王來講 那但是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幸福少龍 那隻可惜啦 這隻可惜 但是呢 相對來說 幸福少龍的落敗距離 就遠很多 那而且呢 最慘的是 一下場 金春豪獸已經大致確定了 會跑回冠軍的理賽 就不跑雷龍盃 這個完美那場大賽 那這份幸福少龍報 冠軍的理賽 那你始終有金春六獸 在那裡 你也是站在那裡 那但是呢 當家喉王是不同的 因為呢 我覺得當家喉王這場很可惜 很可惜的位置在哪呢 就是因為他應該要贏的 因為你始終頭髮都只不過是軍達星 那 但是呢 當家喉王就 本身 其實他已經幾次贏為小寶 那其實呢 那其實你說說賽職呢 他真的不差一個 就是福人幾多 那但是這場馬另外一隻 很令人畫深刻印象 就是給你掌聲啦 不過我始終覺得呢 他也是一隻死活頭的馬 還有呢 他跑傷都應該會遇到 表知智癌 你在跑短途大賽 那所以呢 就常常會像今場那樣的個案 就是你兩隻都想放的時候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當家喉王呢 因為你今場發覺 他留得厚一點呢 反而跑得這麼厲害 那會不會呢 這個其實才是他最佳的跑法呢 那 那暫時見到是這樣 都不要緊 就是我想帶出來的 就是因為 是完美那場主席展途獎呢 其實這次真的沒有馬了 哪有馬呢 這裏都出來了 那因為是黃黑黃傷了 那出入大距退為翼 然後 而其他那些 那些 金貴一級賽曾經跑近過 那些就是精輝啊 大騰王啊 有你共賞這些 那些卡士就是這樣 那至於本地的短途大賽 就只有黃黑黃 但是傷了 那剩下這堆 新星就是複日 一隻現在跑第五 複日 然後就是顯心星 顯心星全程都跟著複日的屁股 其實他又不是特別考得失禮的 但是你不覺得他有能力 他怎樣贏到複日 對了 那剩下來呢 換句話說 其實我相信當家王王 在完美那場主席短途獎 但是那場呢 就預計暫時會有野田重擊來香港的 即是香港短途敢中冠軍 就會過來的 但是呢 你又要看一下那個暴挫 就是 因為這場呢 其實當家王王的形勢都幾惡劣 而他這樣捐回到裡面 那我相信他就算下個月 那場 即不是下個月 這個月尾那場 不行也好 這隻馬呢 始終應該在香港可以贏一場大賽 那因為你實在真的沒有什麼對手可言 那 所以他的可惜程度呢 我覺得可能比這個 這個 幸福少龍低的 對了 好了 那講完這個point 那想講另一件事 對了 還有再講多一件 就是波件士呢 你見他這場鬥下去 他很專心 他沒有領左領右 你看看鏡子很清楚 波件士呢 他真的倒下頭自己 這場 那你好地地這樣就幾好 那你平時那些 有勺左勺右 看前往後 你還看一眼 外面有沒有馬上來 但是他肯定沒有 那就是很正常 你看一眼 但是 跟平時大家很討厭 不過這件事又不一樣 其實他都可以這樣 原來 那希望看下他會不會生生生生 好了 那我想看看尾場 其實尾場是只看直落就可以了 那 那 就因為我想看厲害了 就是周進來騎攻 那 那 其實這場挺好運的 因為他實在擋起步 藍衫黑鼻孔 那 他是最好運的人 他減起來 然後 那 家人精彩 又不是很容易頂他們 那麼 那 現在他就很輕鬆 那 因為鐵藍區連續美麗 也不是很快 那 前面一隊 又幫他做了覆蓋 就是美麗滿分 和南區有的 那 雖然補充其實都扯得快 你看幾隻馬 要這樣辭 那麼 那 但因為這場馬,一來的對手真的很麻煩,二來李海鳥本身是一隻二急口的馬,尤其跑千四,他比較二急口 反而這場又有遮擋,步出又不慢,結果馬群也算扯得散,他很好跑 直到一移出來,就過了那兩隻律房雙爭的愚人得利,他先走 看著他身後,莫拉那隻,一號中環,六三那隻,S形的走位,賢仔華齋 結果他轉了出來,莫拉都很早已經看空,莫拉都暈身解鎖 但你看看周晉樂打的兩邊,這幾邊都是,剛才的早段都是 他最後呢,他的邊就曾經撩到莫拉那隻馬,所以最後有點言順 但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挺多餘的,他這幾邊呢,那種重吐的程度呢 真是不下於梁家盡,你跟我說這個是梁家盡,我也會相信 結果最後呢,因為他修正了那隻馬,那隻馬的外閃,那條邊就有點滑滑的 所以他立即當機立端,就轉推騎,那你見他立了兩下,尤其你看看側鏡 他推到上馬耳仔,那幾步呢,是其他很有功能,這幾步 他現在未修正,那五十位修正,他只推,但雙手推到上山頭那裡 真是最頂的位置,然後莫拉就繼續邊騎,但兩隻馬很短兵雙接的情況下 那你用他的料都頂得住 那所以我覺得周進樂這場的功架,絕對是出色的 尤其是相對於上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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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上星期 這隻馬現在是外閃,這樣馬會斷 Huhん,那麼enden obtener Touk會怎樣呢 加上這個馬有些缺貨,這裏騎內外層阿sk,只有他一隻 一打,直接閃,修正,再轉 medal,刀路才打,�병 ces co 另外一邊繼續收,一直收正就拿了第3,其實我覺得是靠對手水的 所以他才保得住第3,但他是喝醉酒的,總之他一騎就閃 打左邊就閃右邊,打右邊就閃左邊,完全搞不定的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我的跟進碼今天選了兩隻 就是剛才說的當家王,另外一隻就是第七場天地同心 這隻5勝4,但給我驚喜,因為那一場都很快 他跟前走三碟轉彎,他斷不完 其實看回他以前兩次在谷草前陸上名 我不知道他會繼續留在沙田,還是會轉去花谷 但我覺得這隻馬克四班旗是夠跑的 好了,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好,今天講到這裡,我們排位日,明天 其實明天我不知道該不會再一次,因為晚上有些事情做 盡量吧,天使片再見,拜拜